作词 李宗盛 跌倒了 是否让你伤痕累累 失手了 难道就注定成为输家 笔数落后 还有机会逆转吗 当人生投来变化球 如果不想三阵出局 你要如何挥棒出局 天空有阴有情 海水有涨有退 我们的人生也一样有起有落 想要事事如意恐怕难以如愿 因为逆境总是不请自来 无法避免 我们经常听人一句话说 不如意的事 十五八九十五八九 都是不如意的 张军瑜读了七年的护理 刚毕业时满怀热情投身临床工作 却只撑了一个月 就当了护理逃兵 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 就会很紧张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就有时候可能在跟学姐对药 然后就是那个 怎么样药都背错 然后学姐就会觉得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已经教很多次 为什么你还是不懂 或者是病人有时候也会觉得 你不够专业就不让你过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 一直都是一个很紧张的情绪 因为这样就越来越没自信 然后每天上班前就是 很不想走进去 很害怕说 这样照顾病人会对病人不好 然后会觉得自己 出来这份工作是要帮助人 是要照顾人 然后可是很害怕自己的能力不够 反而会让他们的疾病加速 所以那时候是选择先放弃 那时候就是心情很低落 我就回家我就不讲话 然后就是都赖在床上 把自己关在房间 心里就是会想说 那怎么办 就是也学了七年了 然后好像也没其他的专场了 那不继续走下去 好像也不知道 也要怎么养活自己 就是一些比较现实面的问题 热爱护理的张军瑜 在职场上备受挫折 逃回家里自我封闭 但这显然不是解决之道 我们总没办法谈我说 兄弟你就是大方都要 输我吃输我 穿输我的一切 你自己呢 不允许去打拼 不允许去付出 那就是辅导他也没办法 这样修理吃 修理 穿输你 这都没办法的事情 还是我们要自己 自己要安全的 我们如果去碰到 不如他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人 可以挤回他 压力 勇气 我们要有压力 要有勇气 我们是愿意去突破 拿去我们的压力 拿去我们的勇气 不怕说困难 能穿不过去 当时候一些 二级毕业的同学 他们就是每天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是也是鼓励我 然后跟我说 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所以后来就想说 还是再试试看 然后就告诉自己说 那就是 如果这次再不行 可能真的就不适合 这个行业 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或许可以成功这样子 提起勇气 张军瑜在台北慈悸医院 二度接受护理工作的挑战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四个同期的好朋友 我们四个就是 有点互相扶持吧 就比如说遇到事情 或者是遇到要查的东西 我们就大家会一起分工 一起去查 然后再把查好的东西 可能是常用的诊断 或者是常用的一些缩写之类的 然后我们四个再分着看 就是分工之后 然后大家一起去查出来 一起去看那一份资料 然后或者是就是 有时候可能多少还是会遇到挫折 不会的事情 被家属骂 或者是学姐他们 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达不到之类的 我们就下班之后会一起 疗伤 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刚毕业 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就是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 因为一开始就没有特别讨论到说 我还有其他一个月的工作经验 然后那时候也不敢讲的原因也是 多半是就是对自己没自信 这件事情是心里的一个纠结吧 就是一直都没有跟他们讲 一直到前一阵子 他们也才知道说 原来我这个工作 不是我第一份工作 这之前还有经养 除了有义友相互陪伴 携手奋斗 还有一位良师 更是张军宇找回自信的最大助力 当时候带我的学姐是 那时候的护理长 她带领的方法就是陪伴你 然后慢慢地引导你 每件事情她都会先 就是很有耐心地先教过你 仔细地指导之后 就是有些事情就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你也会慢慢地就比较有自信 然后她也就是会鼓励你 即便你可能也做错也是做得不对 但是还会从你整件事里面 她觉得你做得好的地方 去提醒你 然后从这地方慢慢建立自信 然后久了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 好像其实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 如今的张军宇已经是内科训练病房的副护理长 出入社会的挫折经历 成为她指导新人的最佳养分 那一份挫折其实不该一直是一个负向的情绪 过去的失败就是一种累积的经验 也是因为我那些经验 我现在在带新人 或者是我在临床工作上 也才能够比较能够胜任 然后也比较不会说那么害怕 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看到学妹跟我有一样的状况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能够同理她们当下的心情 我就会跟她分享我过去的经验 我就跟她们说 其实可以知道你们现在压力很大 我以前其实也是这样走过去 不是说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子 可以把事情都做好做完这样子 是用我过去的经验去跟她们谈 慢慢地陪伴她们一起走过来 有了勇气跨出脚步 还需要有毅力支撑 毅力不足的人在原地停滞不前 而有毅力的人就能胜过境界 我做得很疼 我到底是要做下去还是没有 主婦也是常常有这样的心态 我也会问我自己 我这样做 到底我要继续还是没有 这人质上情不过要跟你们说 不管碰到什么样再坚持再困难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坚持到底 人生的意义 我们叫下来 到底呢 我们还会改变我们什么样 我们应该 真的要脱去路用气 真的用地位来继续 很多的困难 不管停下到我们的脚步 因为人生是不胸 这个不胸的境界 总是会去遇到嘛 没人渡到来真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中年没有工作的苦 工作了二十年的罐头工厂倒闭 张厨智因此失业 转行做车辆调度员 没想到十年后 公司也因经营不善而停业 那一年他也年过半百 我那时候是第二次的事业 打起传统的大 就整天很失智了 四五十岁这个年纪嘛 你有一位工厂的 他觉得要年轻的都到三十五岁了 最晚到四十岁了 他拼命呈一个人 他觉得要年轻的不得老的了 不管有去嘴头 没嘴头就跟我出来 我到这里放鬼 我那时候不要回来 回去再問一下 把如果好如何如何 都会问的 那时候 都会经济落 灰心丧至 消极逃避 通常是我们遭遇挫折的直接反应 但一直这样下去 也只会雪上加霜 我说你既然有天 只有一直在那儿烦恼 都会有什么漏影 我们就冠近了 八岳四天 九月烦恼 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心 看会开的人 天地都会开 看不开的人 怕天也会落下来 这样怎样也没烦恼呢 其实人生这样没想 有什么事情好让我们去计划呢 没什么事情好计划 就没烦恼啊 看开 想通 放下烦恼 我们可以走出更精彩的人生 在三嫂廖怡珍的邀请下 原本意志消沉的张厨志 走入慈祭 重新找回人生目标 我孙女一世里 大家做到那儿奇怪 我感到很欢迎 我当时我就跟 媳妇也切一下 哎哟 这是什么团体 他去辞职 感觉大家都很需要他 只要他要做什么东西 他都有办法去胜任 所以我感觉他就会这样 很有自信 所以他都做得很欢迎 他就全年无休 只要是有辞职的工作 他绝对都会去 我请我事的话 这是我的本性 大男人主义 真的以前还没有交入职机的时候 混混二二 不知道怎么都在 跟社会上打滚 所以说一些事情 不明理的很多 这种交入职机的话 一些事情都慢慢开朗 现在一行也做 对啊 我们要叫他做 一行就做 没经历再做就对了 所以说 还来脾气没变 都没有改 以前都三二斤 现在都没有了 对啊 现在都改掉了 对啊 以前也吃粉 对啊 现在也没有了 对啊 人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总是要有一个捷悟 那捷悟以后呢 把这个心看开 打开心门 要认真的在这一生中 待人接物啊 待人接物啊 总是呢 要好好地解好人 而且要解的是健康源 更要解的是长久源 好 高辣妹哦 好 高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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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照顾好 在这人生道上啊 难免会碰到了挫折 你要经得起考验啊 你要在苦难中 考验中 能站得起来 这种很健康的心灵 你才能真正地保存了 你的灰灭 所以不管是人的困扰 事情的负担 或者是病痛的折磨 一定都要经得起 这样的考验 折磨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突破了 人生的难关 张厨智后来在三嫂的毛巾工厂工作 虽然每天只有两到三小时的工时 薪水不多 但孩子大了 也有太太分担佳绩 生活还算过得去 他也感到很满足 毛巾 我现在在做毛巾的话 真的感触很多 为什么呢 我们毛巾 我们流汗 污垢 都需要毛巾来擦 所以说擦是 擦我们的心灵一样 所以说 现在毛巾的话 对我来讲 因缘很深 有些事情 该放下就放下 可以说可以找到真正的人生的目标 我们如果能够一行顺利 我们时时感恩恢复 越境来的时 抱着九位 我们爱人想 这样越来顺利 在人感恩恢复 我们所想的一切 都是过去那个缘 结果在现在 好缘 好缘 让我们顺境一切留意 所以我们都一定要感恩 如果是说 有的 我们所遇到的缘 都真不好 所做的事情 让我们感恩恢复 都要适合 有时 破绽 去啦 什么人让我们破绽呢 这 让我们不顺利呢 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要完蛋呢 不是 我们也是要感恩 让我们这样的破绽 让我们这样的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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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个破绍感恩 因为我虽然小入酒 跌倒了 勇敢站起 失守了 记取教训 笔数落后 绝不放弃 当人生同来变化球 感恩一切都是好因人 蓄势待发 敏将挥出至胜一级 国教来说呢 就是人生本事苦啊 生老病时苦啊 还有呢 人生的顾得如意的事情 也很多的苦 不过呢 我们在人生不断要学习 学习啊 学习如何呢 转变了我们的心念 一天的快乐就是人气 快乐呢 不是在身体怎么样 快乐在心里 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呢 很过不去的事哦 有的时候呢 碰到的事情 我们要自我调逝 我们要自我调逝 打开心中 开心的过路 这就是祈求我们的心灭 湯仔蜂蜂都把冠冠的会很闷 天天打开我们的心的汤 让阳光洒进来 也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的接种了这样的阳光 来发亮 发光 不管是顺境 逆境 我们都是要把它当成是一道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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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练到你生命的价值观 那时候地下街最兴旺 刚好一个旺间的店面 你说他不爱做 因为我们娘家的二哥 也是开服饰店的 所以我们就去把它接起来 其实争议很好的时候 都不会去想很多 只是一直想要探紧探紧 地下街那时候是很旺 一间一间一直开 开到七八间就这样 那时候都没想到 同一个地方你放的那么多家 会不会有风险 就一把火就全部都改变了 然后才在那边想说 一下子就从有到没有 真的是负债了 我还是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样再东山再起 那时候又找到一个店面 才开了三个月 没想到要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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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晴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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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以跟人伴 伴不跟人伴 這樣意思 可是從小 我阿嬤學分的理念就是這樣 那其實 拚命還是命運 你絕對就在靠自己 你沒有走出去 你還是這樣子 沒有結果 其實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一直在賺 拚命拚命一直拚 到底是要拚到什麼時候 沒完沒了 一拳過一拳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這樣好啊 那我也要把時間播出來 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在大愛媽媽這個區塊 讓我收穫最多 去跟孩子互動的時候 就會用我自己的故事 告訴他們說 不要小看自己 很有無限可能 遇到困境 你一定是要自己去想辦法 解決問題 你賺到的是比人家還多 多了那層的智慧 你如果沒有經過那個困境 你沒有那種 往上衝的那個力量 我還是問親吟 不要輕人放棄 最樸實的報紙 都能變成漂亮的娃娃 變成有意義的書籤 遇到挫折 我們一定要告訴自己 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 千萬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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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